好 來看到韓團BTS防彈少年團 代言了知名手機 業者呢 上個週末 在台中的一間百貨公司外頭 舉辦了快閃活動 衝高人氣 吸引很多粉絲前來參加 只要完成了指定任務 就可以免費兌換限量的贈品 不過呢 在現場有位富人 因為沒有拿到贈品當場暴走 還對著工作人員大聲的嘶吼 百貨公司外頭傳來一陣嘶吼聲 我這就沒關係啦 沒有 我拿到贈品 要拿到贈品 對 我不就不要爽 夾鯊與夾的大媽歇斯底里 以及失去理智當場暴走 拿一個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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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拿一個給我 原來大媽要的是韓團BTS 防彈少年團的贈品 但工作人員告訴她 贈品只有限量200份 已經發完了 你就是她的給我全面好嗎 事發在台中一間百貨公司外 知名手機品牌 還週末舉辦快閃活動 出動BTS應援車 衝高人氣 只要完成指定任務 就能兌換三明治或是飲料 不過數量有限 換完就改送紙杯跟貼紙 大媽無法接受 堅持要桌上擺的展示品飲料 不給就不走人 好像有一點貪小瓶的感覺 就是通常也許她並不是 真心喜歡那個BTS 她只是要那個禮物這樣子 她態度是有問題啊 如果工作人員滿有耐心跟她解釋 那我覺得是她自己的問題 網友留言分享 還原整個事發經過 最後在樓館出面協調下 大媽還是拿了一瓶飲料 才離開化解這場糾紛